第一,疫情期间不得聚集,这个是底线,也是红线。 各位看了新闻发布会,包括长阳区发布的通知,我不再多强调,疫情期间不得聚集。 第二,这个事儿大家有诉求,有想法,有要求怎么办? 现在,新主任刚才已经答复了,作为学校的党委,不会雇这么多教职工,离退球职工,还有其他的人员,不管,不雇,不是说搭完硬质隔离了,就不再对大家进行辩民措施的这种安排。 包括今天下午我们了解到了11号有停车场,现在学校党委也在积极地协调相关的部门开展工作,为大家寻找生活的便利。 所以我说,路径按照5月1号,国务院颁布的国务信访条例,最新修改颁布的,各位如果有诉求,同意诉求的,选派5人或5人以下代表,可以到咱们学校的信访部门,或者由咱们学校党委直接出面,跟各位进行沟通和对话。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方面,第三个方面,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,公安机关依法阳格规范进行现场的处置,希望各位群众予以配合。 希望各位现在按照疫情不能聚集的要求,有序的离开现场,配合学校党委开展进行施工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如果有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的,公安机关将依法取证,依法进行处理。 那么我希望,这是我的第一次告知,三次告知之后,如果各位还是在现场聚集不散,公安机关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清场,劝退。 对于在这期间违反相关法律行为的人员,公安机关将坚决于打击处理。 好吧,各位,第一次告知结束。 不是说有一个答疑的环节吗? 答疑的环节吗? 答疑的环节呢? 现场不答疑。 现场不答疑你过来干嘛来了? 现场不答疑你过来干嘛来了? 建议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正常的通过渠道正常反应。 你都封上了,我有什么渠道啊?你告诉我。 我问你一问题,你夜间在这儿失功吗? 夜间失去了,他可能是。 夜间失去了,有没有人能保在的。 各位群众,我是北京市国安局朝阳文军民党,现在依法进行现场第二次告知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,北京市疫情防武规定,不得在现场进行聚集。 那么,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合营实际法,国安局官现在决定要求现场解散,对于在现场质疑滞留,或者拒绝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,国安局官将按照治安管理处法法依法处理,请各位自觉离开,配合民警工作,迅速恢复现场秩序。这是我第二次告知。 请不吝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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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 谢谢大家